欢迎大家又回来我的频道 还记得我在夜市买到的螺丝吗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非常鲜美的香辣炒螺丝 刚刚买回来的螺丝很多泥 我已经用水冲洗过两遍了 然后在水中放一些盐浸泡几个小时 我比较介意食品的卫生 所以每一个螺丝我都会用刷子刷一遍 然后要把螺丝的尾部给夹掉 如果家里没有这些钳子呢 其实现在的厨用剪刀也是非常好用的 也是完全够用的 全部处理好的螺丝再次用水冲洗一下 然后沥干水分放在一边备用 准备一些小料 两根小葱分开葱白和葱绿的部分 蛋头的大蒜头去皮 然后切片 四五片的姜切成小颗粒 青红辣椒各两根分别切碎 孩子喜欢吃螺丝又不能吃得太辣 所以我把里面的辣椒籽都去除了 锅中烧热适量的食用油 加入一大勺这个皮线豆瓣酱 再加入大蒜头、生姜和葱白部分 快速的翻炒 炒香并且炒出红油以后就加入螺丝 翻炒均匀以后呢 再加入屏幕上方所打出的所有的调味料 继续炒匀 加入350毫升左右的清水 关上锅盖 中大火焖煮10分钟 喜欢汤汁多一点的可以不用收汁 汤汁的调味要比平常炒菜略微咸一点 这样螺丝的味道才会刚刚好 觉得味道合适了 就加入葱花和青红辣椒 只要快速的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可以直接用嘴缩 这样会连着螺丝壳里的汤汁一起吸出来 那叫一个鲜美 但是小孩不是很会吸 可以拿个牙签把螺丝挑出来 一般我们只掐螺丝头来吃 如果你很能吃辣的话 青红辣椒不要去紫 并且跟着大蒜老姜那些一起爆香 吃起来会更过瘾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